苗栗县西湖乡公所赐资了1.25亿元来新建综合办公大楼 这主体建筑已经完成,正在申请使用执照 乡公所开心分享,不足的内部装潢经费1800万已经到位了 供期预计三个月,而整体工程要赶在年底前完成 坐落在二高桥下绿客服务中心旁的这栋新建大楼 主体建筑已经施工完成,现在只差内部装潢 旧乡公所异地重建,利用新压南段的公有地 大约2700平方公尺,赐资1.25亿元,新建综合办公大楼 各项设施检查过后,我们就报到工商处来申请使用的一个执照 然后我们还要内装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这栋大楼只有补助一个主体大楼的一个新建 里面的设施完全还没有装潢 新大楼正在申请使用执照 而先前工程款只有针对主体建筑物的部分 内部装潢还需要1800多万元 近期获得内政部补助700万,县政府再出资300万 而部主的费用只有相公所自筹 发包之后即可马上失作 装潢的经费是没有包含在我们的工程主体的范围里面 但是我们主体大楼有剩下700万 另外的经费我们县政府也有补助给我们300万 然后不够的由我们相公所来自筹 我们这个新的大楼内部的设施装潢 大概预估要1800万左右 内庄工期需要三个月 整体工程年底前可以完工 而新有的相公所停车场 部分土地是私人所有 未来搬迁到新大楼后 相公所不用再付租金 届时旧的建筑物也会规划其他用途